男人的这七种行为,其实他早就爱你爱到无可救药了。 1. 爱总是具有如此神奇的力量,它可以使一个人完全不同。 例如,有些人曾经充满信心,但当他们遇到你并爱上你时,他有时变得不安全,总是想为你担心,因为此时他非常害怕会失去你。 如果有一天他失去了你,那将是难以忍受的痛苦。 2. 见面后,他将开始计划你的光明未来。也许他以前是个没有目标的人,但现在既然他有了你他就有了自己的计划。 3. 因为他希望将来永远和你在一起,他希望你们之间会有美好的生活,而不是每天都住在租住的房屋里,而且每天都会有一天。 3. 也许他可以自己过这样的生活,但他不希望你过这样的生活,所以他会开始为你的未来做计划,继续努力。 3. 变得像女人一样唠叨。 4. 她以前说话少,但现在他越来越婆婆和婆婆了,喜欢唠叨。 4. 事实上,这种行为只是因为他有一颗充满你的心,而他总是担心你,所以他经常告诉你一些事情。 5. 如果这个人对你毫无感情,他就不会有这样的变化。 4. 为你花钱,为你付钱。 我们必须测试男人花钱的最佳方式。 5. 就花钱的行为而言,如果一个男人爱你,他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你尽可能多的花钱。 5.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和你在一起,他永远不会为你花一分钱。 5. 相反,有些男人需要每天花掉女人的钱,感到放心,这样男人就不值得付钱了。 6. 只要你重视别人,他也会认真对待他们,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朋友和亲人,因为他有你,你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,你的亲人就是他的亲人,他也会重视他们,每个人都很好。 6. 一个爱你的男人不会让你遭受一点不公正。 7. 当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,当你受到委屈的时候,他愿意站在你的面前,不会让你遭受一次伤害,因为你对他来说是最真实的人,而他宁愿自己受到委屈,但他不会让你在受到委屈后哭泣。 7. 为,让你周围的人嫉妒吧。 7. 每次你制造一些小矛盾,你周围的朋友、亲戚和家人都愿意对他说些好话,希望你能及时解决。